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北京的妹妹 不是我親妹妹 她一直都當我姐姐 跟我說 她說看到香港這麼亂 因為她在北京看到一些視頻 或者北京的報導 她說香港很亂 是不是真的好像報導這麼亂 她說這麼危險 不如你來北京 你住在我那裡 安全一點 我就跟她說 都差不多尾聲了 因為現在都開始不停捉人 而且很多香港市民 都大家一起捱緊 我想在我的頻道裡面 發放一些正能量給大家 跟大家一起捱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捱呢 一起度過這段時間 也都跟她說 我說我這裡都需要是方山野嶺 其實都尚且安全的 我們都不停留意著 新聞 看看哪裡有事發生的 我們就在他們 暴徒 抗爭者來到之前 我們就會散水 我說這是家裡 我們都安全的 我跟她這樣說 我都跟她說 其實她們現在雖然阻礙我們上班 好像很激烈 我說我們都市民都很積極地上班 就要跟她們對抗 我就跟她說一個 今天的笑話 今天其實我們經理 6點半就叫我 即是WhatsApp了我和我另一個同事 就告訴她今天公司休息 後來我的同事 8點多鐘 就跟我說 她是不是通知了你 今天不用回家 我心想 你不要再遲些 然後她說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經理 應該沒有這麼早起床 因為平時我們回9點 9點半 她通常10點 鬆一點才回到 應該不會5、6點起床 所以她應該是一早起床 就算她起床也未必這麼早 就馬上WhatsApp了我們 先閘著我們兩隻傻婆 然後我的同事就說 她可能擔心我們兩隻傻婆 真的會出門 其實是的 她真的沒有猜錯 因為我和我的同事 基本上星期一是鬥氣的 你不讓我回家 我就要回給你看 我們和你玩得盡 我們的心態就是 我和你玩盡去的 尤沙精就是這樣 我最多通頂 通頂不睡 很早上班 我的同事就好一點 她住的區黃大仙 就可以回公司 最多走一小時 大家都有這個心智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經理就很怕 我們這兩個瘋狂 真的這麼瘋狂 所以一早6點半就閘著我們 其實我也跟她說 其實我已經醒了 我真的等換衣服 其實其他東西都準備好了 我等換衣服 沒有巴士 因為我等到差不多7點多 我才去吃早餐 然後就發覺很多人 8點鐘左右 很多人都在等巴士 但是其實沒有巴士 因為外面的態度 是沒有巴士出去的 可能出到某一個地方 就要回頭 所以都很尷尬 另外一件事就是 鼓勵一下大家 不要害怕 雖然沙姐是這樣跟大家說 大家看到嗎 其實沙姐也有壓力 說是說得容易 但是心裡都是有影響的 尤其是我今天 不在我家裡 我就下去比較少做地鐵站 再開一點點商場 收起人仔 我這裡是荒山野嶺 你想想我屋苑樓下 或者是屋苑的山腳 就算不是荒山野嶺 也是近郊 只有郊區 所以其實應該是沒有什麼人 之前那段時間都是沒事的 有一點點噴噬是好笑的 但是這次下去吃飯的時候 我就發覺你真的感受到那個恐怖 交通燈真的亂了 因為這兩三天 人們有空吧 我不知道 你會看到那些交通燈 是駁爛了 鐵欄是橙起了 這些在旺角區的時候 我們一早就見慣了 但是想不到 終於輪到我這些荒山野嶺地區 你說恐不恐怖 是有點覺得 哇 香港是不是真的淪陷 連荒山野嶺都搞成這樣 差不多 那什麼時候公到我家裡呢 現在是山腳公了 什麼時候公上山頂呢 有一點點壓迷 但是我覺得這些就是所謂的黑色恐怖 你越害怕他們越高興 而他們經常都會覺得 我越搞爛這個社會 政府就屈服 就像小朋友那樣 倆買東西 阿黎拿給他們 就倆他們 不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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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媽媽會OK 你媽媽不肯 就繼續倆 看你其他人施壓給你媽媽 就是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這些是有些 雖然他沒有直接 在我面前打爛東西或者打我 但這些都是他們想製造恐怖氣氛 等同你看一些所謂恐怖片 有兩隻的 一隻就是那些腸啊 什麼什麼什麼 腎都掉出來的那些 血淋淋的那些 要不就是他從來都沒有血淋淋 但是營造氣氛 那個人就快來了 他會不會來呢 他會不會來呢 他會不會在後面呢 就是那些 營造這些恐怖氣氛 事實是真的營造到的 就算你再不怕也好 你看到你都會覺得氣氛沉的 我自己 今早都不是 今晚都不是太晚去吃飯 我都是5點多下去 山腳那些 商場仔 我已經看到DOTACON錄了半集了 準備收檔 然後有些不開 吉野家 美心就不開 馬里巴勒不開 那三六零呢 是沒有開 沒有開的原因 你是看到他所有貨 是掃掉了 被人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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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冷氣機都掃掉 整個冷氣機都掃掉 整個冷氣機不知去了哪裡 那怎樣開呢 然後到我5點多 然後去吃東西 那樣 因為想吃 吃一家加火鍋 然後吃一喝 沒有啦 想光顧美心 雖然自己不喜歡 但都想光顧一下 那也沒有啦 然後唯有光顧另外一間 平時吃一家 我發覺這個沒有那樣沒有 平時吃的東西好像沒有 然後我看到吃火鍋說沒有 賣光了 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未到六點 未開始 所以才看到賣光了 原來不是 是沒得賣的 是因為他們今天下午八點 平時說十點 你還可以在這裡吃宵夜的時候 你現在跟我說你八點收檔 好 然後已經是吃東西的人都很少了 然後還很少看到 當我吃完東西 六點而已 萬寧收了檔 很多鮑鮮尼也收了檔 我六點而已 他不是這樣營造一些氣氛給你 就怕了 你不怪其他商家的 他真的怕你再來的時候 你搞爛他的東西 不如收檔 又或者他想他的同事可以回到家 那就唯有收檔 因為你要知道那些同事 尤其是在地區過來的那些 他真的沒有車回家 你不問客人叫同事搭的士嗎 你要搭的士 也要撇除錢 工商給你錢之外 那些是有的士才可以的 因為現在的士都難接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他們經營造的黑色恐怖 不要讓這些去影響你日常生活 我今天就特意去買一些衣服的 其實還未到我所謂達入貨的日子 不過想一下 光顧一下 消費一下 又不是貴 買一點點 讓自己開心一下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你根本是有錢也不能消費 因為沒有車 去不到那裏消費 又或者有時候你要趕著回家 不能慢慢去看 所以我看到有一點點時間 便宜的 又多漂亮去買 我用了200元也不用 買了四件東西 那就隨便吧 讓自己可以釋放一點壓力 所以大家就不要被這些黑色恐怖 而影響你自己的情緒低落 不要為一些這樣的暴徒 而影響你自己的心情 因為 好像薩精壓力倉事少 但有時候令到你有情緒病 沒變了有的話就更加不好 因為很多朋友都是 上次不知道什麼事 我的社工就跟我說 因為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人都開始懷疑自己有沒有情緒病 或者親人會不會有情緒病 所以一個月內多了100多個個個案 一個月內多了100多個個個案 一個中心有多少個社工 可能兩三個 五三四個 你怎麼吃這麼多人 突然多了100多個心症 所以其實不是說要加重社工負擔 但如果你真的可以釋放一些壓力 就釋放一些壓力 不值得為這些人 而令到自己受到任何的傷害 無論是身體上 和精神上 都不值得為這些人 去傷害自己 這次就說到這裡 拜拜